老猫已经做完贯能高手里所有控球后卫的人物之 那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盘点贯能高手中六大控球后卫排名 事先说明一下 仙道也被我放在了控卫之列 虽然在整部漫画中 仙道仅有对战海南这一场比赛打到控球后卫 但很显然仙道十分适合这个位置 且仅上在1998年的挂力中 将仙道的位置定为GF及风位摇摆人 所以把他拉进来排名也是合情合理 以下仅代表个人意见 不惜请亲喷 第六名 板仓大二郎 长均25分的进攻好手 大阪地区得分排名第三的球员 进攻能力出众 有一手不错的投射能力 和一定的突破能力 特殊的嘲讽技能对不够成熟的球员有一定效果 缺点是组织能力一般 防守能力有待加强 下半场几乎被工程吐成塞子 也没有抢弄过对手球权 唯有协防的意识可圈可点 假之这糟糕的人品 很难想象未来风域会被他带成什么样 第五名 工程良田 工程一直是香北五虎当中打得最艰难的球员 自己的身体条件本就堪忧 偏偏其他球队的一号位基本都是很角色 这让工程常常感觉压力山大 但他又是一名很神奇的球员 明明看着他和对方差距很大 可他却几乎没有拖过香北后腿 工程所能依靠的法宝就是他极致的速度 单论速度 工程的确是SD第一空位 加之优秀的阅读比赛能力和组织进攻能力 以及关键时刻的抢断能力 可以说工程不是最强的空位 却是最适合香北的后卫 未来急需加强的是自己的投射能力 这样才能为球队起到更好的牵制作用 至于防守方面 除非身高可以在旺上穿一穿 否则很难有较大提升 第四名 藤真剑四 作为神奈川最悲剧的球员之一 藤真的实力其实并不像表面那样水 这个之前的人物志有详细说过 这里不再过多赘述 作为灵巧型空位的代表人物 藤真的速度完全不亚于工程 突破能力更是在工程之上 一上场就突破了香北全队 投射能力也十分出众 能面对风域十分钟得到二十分 足以说明藤真的进攻能力 组织能力也是没得说 他和花弦的配合 一度给香北造成很大困扰 防守上和工程一样 具备不足的抢断能力 另外他还有工程没有的领袖力 以及比赛经验 最大的缺点也是身体过于单薄 单防能力强度不够 第三名 仙道章 仙道190公分的身高用来打空位 简直有点欺负人的感觉 就算工程弹跳能力再好 也没法对他造成太多干扰 仙道的能力勿许多说 无论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仙道几乎都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进攻上能突能投 有二有三 视野开阔 助攻犀利 防守上抢断盖帽样样都行 真正意义上唯一单防阿姆的存在 虽然田刚采用的是一钉四连 可实际上鱼柱下场后 就是仙道单防的阿姆 哪怕没有完全限制阿姆 但能做到仙道这种程度的 在已经出现的人物中 可以说基本没有 如果要说仙道的缺点 一个便是有点慢热的比赛状态 还要就是作为空位的比赛经验 如果仙道彻底转型一号位 相信未来他的实力还能进一步提升 第二名 身金一城 作为全国冠军的队长 身金一城肯定不会像他的长相那样 平平无奇 在他的人物之里 老毛就曾说过 身金拥有不足的投射和突破能力 组织能力更可以说是SD一绝 身金的视野极为开阔 传球动作相当潇洒飘逸 你可以从他身上 看到那些顶级传球大师的影子 甚至可以说他是传统型空位的典范 防守能力也是相当出众 配合BOX1战术 可以有效限制帝王木的进攻 防守的压迫力十足 抢断能力出色 卓越的领袖气质 以及成熟冷静的性格 当然偶尔也有不冷静的时候 他是泽北在队中为二认定的强者 所以身金本身的实力毋庸置疑 只是为了调动全队 牺牲了自己得分的机会 缺点是身体素质有些平庸 导致身金未来的上限不会太高 第一名 木森一 勒布朗木森一属于灌篮高手里 无解的几位球员之一 阿木对赛场的统治力 几乎可以和泽北一较高下 全书唯一享受过4-1的球员 足以证明他有多么恐怖 无论哪只球队面对海南 都必须为他量身定制一套包夹战术 可即便如此 阿木还是可以利用自己强悍的身体 将对方的阵型拖到708落 要么自己打成2加1 要么将球分给空位的外线球员 简单粗暴 但就是无解 除了进攻 阿木防守上也是顶级 像刘川峰仙道这样 比他高的黄牌球员都被他盖过 工程这种顶级控球能力 被他抢断过 参与斜防更是积极 是不是还要帮球队保护篮板 他就像是永远不知疲惫的全能超人 除了没有展示过3分 你再也找不到阿木其他缺点 能够带着脱油品武藤 以及酱油高砂成为全国亚军 我想除了阿木 没有其他人能够办到 最强空位 当之无愧 你认可老猫的排名吗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Bye Bye